雲林北港鎮公所呢 為了改善危險的路口 保障行人安全 有在五個路口 失作了大片的行人庇護島 但是有騎士看不清楚 標示騎了上去 這邊非常的光滑 加上銜接處有高低差 導致常常有機車騎士摔倒是鼻青臉中 女騎士騎上庇護島慘衰雷殘 連人帶車往外滑 另外這位阿婆騎上的庇護島都沒事 卻在下坡坎時 一顆重心不穩摔倒 臉部著地 膝蓋胸口頭部都受了傷 雲林北港民主路跟華南路口 這一大片像小廣場的地方 其實是行人庇護島 就是民眾一摔再摔的地方 根據瞭解雲林縣府才剛完工 相當光滑平坦 但要小心水泥銜接的地方跟路面 有約15公分的落差 當初公所規劃 為了保障過馬路的行人 可以等紅燈 避免被車撞上 所以設置 北港陣內包括這處已經有五處路口完成設置 縣府以及公所質疑新設的交通設施路人不熟悉才會發生意外 等到適應之後就不會有問題 目前暫時不會再新增庇護島 記者方中成員您報道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